大家好 欢迎参加本次由JDJCN社区举办的社区说活动 社区说是由不同地区的JDJ社区举办的技术分享的活动 活动类型可能是像这样的装机session或者是线上聊天会 我们希望能在每周四个晚上陪伴大家 学习一些知识或者认识新的人 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加入进来成为讲师 或是主持者和其他爱好技术的朋友进行讨论 如果你有兴趣参加JDJCN的本地活动 请关注一会活动结束时的微信公众号维码 我们会放在视频中再一会 或者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公众号JDJCN 我们的BTV账号是JDJCN 也欢迎大家关注 活动中一会会在提问 提问者中抽出五位赠送小礼品 欢迎大家五名的提问 提问方式可以是B站弹幕 或者在直播下边下角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微信的微信群 大家加进去可以扫的可以加进去 是互动群 在这两个提问都是有效的 我们会在提问者中抽出五个人去赠送礼品 好 今天的分享嘉宾是朱涛 他要分享的话题是深入理解 Jetpack Lifecycle 下面我们请他来进行自我介绍 好 朱涛 嗨 大家好 我是朱涛 我是朱涛 对 你可以开始了 然后我其实跟大家一样也是一个安卓工程师 然后我非常同时我也喜欢非常喜欢 Codding 然后我也是这两个领域的GDE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话题是深入理解 Jetpack Lifecycle 这个东西其实怎么说呢 它其实不是一个新东西 可以说有好几年了 但是由于它本身比较复杂 虽然写相关介绍文章或者博客的同学比较多 但是实际上面看起来就算是读博客的话 其实理解起来也是比较费劲 OK 好 我现在准备投我的PVT了 对 你通过PVT就好了 好 大家能看见的吗 OK OK 没问题 我这边看到了 好 能看见吗 可以可以 没问题 我在直播上也看到了 好 可以开始了 然后继续说Lifecycle吧 Lifecycle这个东西 其实大家只要做过安卓开发都不会陌生 就是我们Activity有那些东西对吧 然后Fragment也有那些东西 但是实际那些东西用起来的话 是会有一些问题的 我们看一下 今天我要讲的是 主要是这几个话题 一个是为什么要有Lifecycle这个东西 以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组件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怎么样去用它 最后一个就是它是 它的实现原理是怎么样 在讲解原理的时候 其实我不会像网上博客那样 就是列一大端代码 然后怎么样 其实那样就会让人比较晕 对吧 我会尝试用流程图的方式 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 同时的话也会从架构的角度上面去 剖析一下它的一些设计思想 好 首先是为什么需要Lifecycle 或者说Google团队它为什么 安卓团队为什么要去设计这个Lifecycle 这个东西 对吧 每当我们要去学一个东西 或者要了解一个东西 当我们知道它背后的意图的时候 其实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它 那我们看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流程图 左边是那个Fragment的生命周期 右边是Activity的生命周期 然后它们两者之间其实还会存在一些关联 有的是等价关系 有的是互相之间的一些对应关系 从上到下的话 其实是一个生命周期开始到结束的一个过程 这是这是Fragment的话 它还会有对应的 就是加到那个Activity的一个过程 完了之后的话 中间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它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流程 从启动到到OnStart 完了之后后面还会有对应的其他的流程 这个图其实从一定程度上面描述了我们安卓开发 从前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就是Activity和Fragment它的生命周期非常复杂 同时它们之间 你要说完全不一样吧 它们又有一点联系 但是我们写代码的时候 其实很多业务逻辑 如果你真的要去同时考虑Fragment还是Activity 然后中间会有很多问题需要去处理 这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一种情况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还需要去考虑Fragment和Fragment之间的线套 然后可能中间还有ViewPager之类的东西 多层线套下来的话 逻辑可能会更加难懂 所以从这个流程图 我们其实就能够看出来 就是现有的这个 从前Activity和Fragment的这种生命周期的一个体系的话 其实是比较乱的 也是 这其实很早以前我们也有很多很多安卓方面的大佬吵过 对吧 请举出一个你最讨厌的安卓的一个东西 那很多人都会选Fragment 所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安卓团队会去考虑说设计Lifecycle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 当然Lifecycle它不仅仅是说去简化了我们生命周期 它还有很多高阶用法 对吧 这个我们可以慢慢聊 所以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些痛点导致了我们的我们的 我们会去就是安卓团队会去设计Lifecycle 同时我们开发者也会愿意去用Lifecycle 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代码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更加的简洁 OK那到下一个话题是Lifecycle到底是什么东西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示意图 示意图 就是 就是说 上面是我们的开发者 然后下面是Activity和Fragment 我们开发者其实要同时去处理这两个东西 然后 然后他们两个之间又会就如我们前面的流行图所示对吧 他们两个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是他们又不完全一样 所以我们需要考虑很多很多的细节 那Labcycle呢 它其实一定程度上来讲 它是在他们的基础上面抽象出来的一个一个抽象层 然后这个这个东西其实在计算机编程里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一个一个操作 对吧 就是我们我们为了去 去去 我举个例子像我们的 TCPIP或者说我们的计算机网络的那个 那个分层结构对吧 也是这样的思想 就是说我们加一个抽象层 然后去隔离他们的一些复杂度 去简化他的API 同时的话这也是一种设计模式了 它的核心思想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我们通过Lifecycle 将Activity和Fragment他们的那个生命周期的API 简化出来 简化 简化过了之后我们开发者 一定程度上来讲就只需要去关心Lifecycle里面的一些细节了 就不用去真的去细抠Activity 在某种情况或者在哪一个版本上面 哪个生命周期发生在前面 哪个生命周期发生在后面 这些都是有的时候会是非常头疼的问题 然后说到这个设计模式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也非常常见 这种设计 就是说当我们实际上面去 比如说我们去购物的时候 对吧 我们只需要去 关心很小的一部分 怎么样去下订单 怎么样去选商品 实际上面背后支付是怎么实现的呀 然后仓库是怎么做存储的呀 以及快递是怎么运输的 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设计思想 前面说到这个设计模式 它其实是在20几种设计模式里面的 叫外观模式 或者叫门面模式 具体说的life cycle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这样的一张图呢 基本上可以概括 就是说我们将activity和fragment的生命周期 抽象成这样的一些状态 看最上面那一层就行了 一个是初始化状态 一个是destroy状态 一个是create状态 还有就是我们start和resume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life cycle的一个 一个定义对它的一个状态的定义 中间还会涉及到event event就是对应的我们的oncreate onstart onresume这些 这样的话它将我们activity和fragment的生命周期 进行的一个统一和简化 那当我们去使用life cycle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就只需要去关心里面对应的一些状态 比如说一般我们可能更关心我们的resume 和和对应的create之类的 对吧 然后当我们去使用这个life cycle的时候 从一定程度上面来讲 当我们去设计一些组件的时候 可能就不需要再去关心 我这个组件是用在activity里面 还是用在fragment里面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个架构的一个灵活性 好 接下来就是具体它是怎么用了 life cycle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使用场景 最典型的一个使用场景 我们先看一个例子 就是这是Google官方提供的一个例子 我们可能有一个获取定位的一个listener 然后我们常规做法是在对应的生命 activity fragment的生命周期里面的onstart和onstop 去做一个调用 这样的话可以防止 比如说我们在onstop的时候 如果忘记调用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耗电对吧 或者说内存线漏啊 这都是有可能的 同时的话有的时候 这样的问题也会出 就是这种方式其实有一些弊端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忘对吧 有的时候会因为 在onstart onstop onstart onstop里面去 写了太多这样的一个 一个代码之后 我们的这个生命周期的回调 可能可能会 比如说万一在里面做到耗时操作啊 之类的也会也会有一些问题 然后还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有可能我们我们的这个 在调用的时候 如果我们里面涉及到的一些异步的操作 也会有一些类似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我在onstart的时候 去做了一个异步操作 然后最后才去调这个listener 但是有可能用户进来之后 马上就退出了 到这个时候还要去去做一些 状态的一些判断 然后关于这个状态的判断 其实也在life cycle之前啊 在life cycle之前之前 其实我们去做这个判断 其实也是不一定准的 也是不一定准的 你像像他们activity里面的 is finishing啊之类的这些 它都是不一定准确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有life cycle之后 我们一般会怎么做啊 有了life cycle之后呢 这是其中其中的一种用法 我们去让这个listener去 去实现这个 我们的life cycle observer 然后在里面去定义我们对应的方法 接着再对这个对应的方法去 用注解去修饰 这样的方式的话 就可以实现我们生命周期 在合适的它对应描述的这个 这个时机会被调用 然后具体的这个用用的时候 就是这样去在activity或者fragment里面去 通过add observer这样的一个方式去 进行一个相关于是去订阅对吧 然后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 在我们life cycle出现之前的话 我们要去监听应用的这个 前后台的切换 这其实也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我们需要自己手动的去监听 它里面activity的任务站 他的生命每一个每一个activity生命周期 去做这样的事情 在在life cycle这里面其实 安卓团队其实为我们提供了这个 process life cycle owner 这个东西 我们在我们在我们的application oncreate的时候去注册一个这样的一个 观察者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对应的 对应的函数这边得到一个回调 所以当我们需要去实现 应用切前后台的时候 用这样的方式是非常非常好 同时它里面的实现原理的话 和我们自己手动去写一个 前后台切换监听其实是差不多的 它会去 它内部会有一个计数器 就是说我就监听每一个activity 它的生命周期 onstart的话我就加1 然后onstop的话我就减1 对吧 然后从0开始 所以当0变成1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的应用从后台 进到前台了 对吧 因为0的时候它肯定代表它是后台 刚切到1的时候 就代表它是到应用的前台了 如果到0的话 对应它就变成后台 原理也很简单 但是我们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也可以减少我们很多的工作 还有另外一个使用场景的话 是我们任何需要 在生命周期结束去释放的一些 组织件我们都可以这样去设计 举个例子 这是一个会自动释放的handler 它的实现也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去监听 我们把这个life cycle owner传进来 这个life cycle owner 大家可以理解为activity 或者是bregman 把它传进来之后 我们在对应的这个生命周期 undestroy的时候 去将所有的handler里面的message 去清除 然后把我们所有的观察者 也都清除掉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我们的内存泄漏 同时的话 如果这里面涉及到一些 异步的任务 也可以减少我们的一些性能的损耗 当然我这个例子的话 其实是 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但是实际上面有很多很多类似的 其他的例子都可以用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其他组件 比如说播放器组件 比如说拍摄器组件 这些都是在我们退出应用的时候 是需要去释放一些资源的 那所有类似这样的 总结果我们在 在使用的时候 都可以将life cycle 去跟它集成起来 这样的话 它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 使用方他永远没有办法 忘记去 永远没有办法去忘记这件事情 如果说我们只是暴露了一个 on destroy的一个方法 然后需要使用方去显示的 在他的生命周期结束的时候去调用 这其实是并不可靠的 因为哪天 哪天 哪天 可能核代码的时候 就内行被被被被覆盖掉了 或者是 大家就是就是忘了写 这都是有可能 但是我们将life cycle 这个东西 设计到我们的组件里面来之后 任何的使用方 他都没有办法避免 让他就是 就永远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了 这是从设计的 架构设计的角度上面来讲 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然后就是具体 它是怎么工作的 虽然这是很短的几行代码 但是它这里面涵盖了整个life cycle 组件它的一个核心 核心的一些思想 首先最上面的是life cycle 它是一个抽象的类 对吧 它有对应的一些抽象方法 叫做add observer 然后还有对应的remove observer 同时的话 它还有一个抽象方法叫做get current state 就代表说OK 它我们通过它可以去注册 或者是移除对应的观察者 然后可以拿到对应的 它当前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个state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 那个流程图里面的那个state 然后的话 我们再看下面的这个life cycle observer 和对应的life cycle owner 其实看名字的话就能够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就是life cycle observer 它其实就是一个接口 然后它对应的就是我们的那个观察者 对吧 然后life cycle owner的话 它更像是我们在对应的一个生命周期的一个数组 宿主对吧 然后life cycle owner的话 对应到我们的一个实际的工程里面的话 它就是对应的activity或者是fragment 看这样的一张图的话 可能会更加的清晰啊 就是大家可以再对应一下 上面的是我们的life cycle owner 那它里面就包含了我们的activity和fragment 中间是我们的life cycle 我刚刚提到的那个什么 那个抽象类对吧 它里面有add observer 有remove observer 最下面是我们对应的那个observer 所以可以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life cycle它的核心思想就是 将我们的activity和fragment 抽象成一个life cycle owner 然后最下面的这个那个observer 其实就是我们的订阅 就是观察者对吧 然后中间这个life cycle是连接他们 连接他们两者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 上边就是什么 就是被观察者 下面是观察者 这样说起来有点绕 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呢 就是上边可能就是 生活中的例子的话 就可能上边就是 写公众号的那些博主 对吧 下面这个就是公众号的那些读者 对吧 那中间是靠这个life cycle连接起来 那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对应关系 然后呢 我们的activity和fragment 它的生命周期变化了之后 对应的我们的这个observer 通过它 就可以通过life cycle 就可以去接收到 对应的一个生命周期变化的一个回调 同时的话呢 在我们实际的代码里面 这个life cycle 它会有一个具体的实现类 叫做life cycle registry 我们回到前面再看一下life cycle它的本身的定义对吧 因为它是一个抽象类 那它肯定是有一个具体的实现的对吧 在我们实际的life cycle 这个一件里面 它具体的实现类就叫做life cycle registry 然后它是在中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对吧 大家从这个图里面也能看出来 它是一个乘上旗下的一个角色 所以待会我们去看圆码的时候 大家可以被集中精力去了解这一部分 其实如果你真正的了解了life cycle registry 这个东西之后 因为上边和下面都很简单 对吧 下面就是一个接口 就是它对应的那个observer观察者 对吧 上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activity fragment 对吧 那所以中间这一部分是最核心的 所以大家待会可以集中精力去听一听这一部分 好 我们现在来切到对应的我的end studio 然后我们看一下具体的圆码 好大家能看见能看见我这边的这个代码的这个画面吗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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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那这是我写的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demo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demo去跳转到对应的圆码 我们来看一下 life cycle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对吧 我们首先首先在看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希望大家就是脑子里面带着刚刚的那个结构图 就是上边是什么 上面是life cycle owner 然后是activity fragment对吧 然后下边是我们的observer 然后中间那一段life cycle 它的具体时间内叫做life cycle registry对吧 OK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life cycle owner 它是怎么样去去将这个activity和fragment 去进行统一的对吧 然后我们从最上面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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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开始啊 然后我们看我们的activity 我们正常的activity的话 它它其实如果我们用AndroidX的话 它我们可能会用appcompact对吧 然后它对应的负类是dragment activity 然后再到我们的component activity 那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 它是实现了这个life cycle owner 这个这个接口的对吧 那这是这是activity 它去它去实现的这个life cycle owner 我们我们可以再看一看 对应的我们的fragment 它其实也是实现了这个life cycle owner的对吧 好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这里啊 component activity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life cycle owner 我们再看一下 它有一个叫做什么get life cycle对吧 那它肯定这里面就会有一个get life cycle 这个方法对吧 我们看看它到底get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get的是一个叫做m life cycle registry 好来了对吧 就是其实最上面的那层很简单 就是我们life cycle owner是一个接口 然后呢fragment和activity都都是实现了这个接口的 然后马上就到我们中间的这个角色了对吧 它叫做什么life cycle registry 然后我们可以看它其实是它的一个子类 所以这个life cycle是不是我们刚刚就看过了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抽象方法 它有什么它有什么样的抽象 它有什么样的抽象方法 一个是add observer remove observer 还有一个get current state 对吧 然后对应的这里面还定义了我们的event和state的一些细节 对吧 你看event都有哪些 event不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一堆的event 然后对应的state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life cycle抽象出来的那些状态 对吧 所以 所以我们绕了一圈之后会发现说 这个东西就是最核心的 对吧 然后在我们 钻进这个代码之前 我们先怎么呢 我们先回到我们的这个demo这边来 demo这边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 所以现在我们上边那一层 就是life cycle on的那一层已经OK了 对吧 大家应该就是没有什么疑问了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那一层 因为我们先把简单的这些东西搞定之后 再来集中功课中间那一段相对复杂一点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将这个location listener 把它作为了它的子类的 然后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接口 然后 最终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 副接口其实就是什么 life cycle observer 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什么 最下面的那一层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的观察者 然后它默认情况下面是一个空的接口 什么都没有 然后它有一些具体的实现 实现实现的一些扩展的一些接口 然后它里面会有对应的一些生命周期的调用 我们可以看一下都有哪些 比较常用的是哪些呢 比较常用的是我们的这个life cycle event observer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 full life cycle observer 这是比较比较常用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代码本身 就我们这个listener去 去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接口 它里面是一个什么 on state change 它代表了什么 就是这个宿主 对吧 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周期事件 被回掉过来了 哪些就是我们的on current on start 这些 所以有了这个逻辑之后 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去对这个 event去做一些判断对吧 它一些具体什么样的情况 对吧 这就很简单的能够实现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逻辑了 然后在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面的话 我们的这个 使用这个location listener的那个使用方 它也是没有办法去 只要我们内部定义好了这些逻辑之后 它使用的时候是完全不需要去关心任何释放和停止的问题了 OK 所以现在我们脑海里面再回想一下刚刚的那个图啊 就是上边那一部分已经OK了 然后下边那一部分也OK了 对吧 好 现在 现在我们可以打起精神了 打起精神听一下这个具体的那部分逻辑 我们还是从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看一下啊 这个吧 从我们的component activity开始 那它这里面其实 嗯 有一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report fragment 你看在它的我们的这个 呃 activity 它的oncreate生命周期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reportfragment 这一行的调用 这一行其实很关键很关键 嗯 我们先看一下它里面做了什么事情吧 我们可以看到呃在这行代码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的呃系统版本是大于29的话 就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去呃监听这个activity的一个生命周期回调 对吧 如果 我们在这里判断一下说这个fragment 他如果没有没有呃 他如果是now对吧 就说明他以前我们我们可能没有去去查如果这个fragment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就把它加到我们的activity 里面去 对吧 这个是begin transaction add 对吧 然后就ok了 这里面可能会有一点点绕啊 就是如果大家从来没有看过这个web cycle有圆满的话 嗯 首先说一下它核心思想是什么 核心思想是 呃在activity的实现方式的场景下 我们是通过呃这个reportfragment去监听这个activity生命周期的 然后这其实是为了说我们在在在对应的这个29版本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直接去监听 好 然后我们再看 这还是fragment对吧 这还是在fragment里面去 所以我们接下来 嗯 我们的fragment被加到activity之后 它的生命周期就跟我们的activity生命周期会联动了 对吧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它都有哪些生命周期的回调 你看这里面它会有on destroy on pause on resume on start on stop 随便看一个这里面就会发现这里面有对应的dispatch dispatch 那这看起来就嗯很明朗了对吧 就是ok我这个componentactivity里面加了一个report这个fragment进来 然后通过fragment的这个生命周期我们拿到了activity的生命周期 然后对应的再去做它的dispatch是吧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fragment它是怎么做的 你可以再看一下我们fragment是怎么做的 在fragment里面它其实也会有一个like cycle 啊这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对应的是都是都有哪些 你可以看 你看在对应的这个生命周期里面它也会去调对应的呃这里面的一些一些嗯方法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fragment里面之后它是直接用了这个life cycle registry去做了这个生命周期的分发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activity的话它通过这个通过了我们这个啊reportfragment来做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嗯我们可以看它这个dispatch你看在比如说on destroy 那dispatch过来然后再做一个dispatch这里面我们就会有对应的一些判断了嗯正常情况下它会走了走了这个分支啊走这个分支我们就会走到哪里你看这个handle life cycle event 这个跟我们刚刚刚这个跟我们刚刚刚看到的从fragment跳过来的这一段是不是一样的就是m life cycle registry handle life cycle event 所以大家会发现是什么呢就是fragment它是直接去嗯依依赖了我们的life cycle registry去做的生命周期的分发啊那activity呢它是依赖了fragment 然后fragment去去去做的所以最终你会发现它里面的逻辑还是呃会汇总到fragment那里面最终再汇总到我们的这个life cycle registry里面的这个这个类里面了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看我们life cycle 呃registry里面的一些逻辑了你看它里面其实还是挺复杂的挺复杂的挺复杂嗯为了让这个东西 更清晰一些我们可以可以从这里开始看我们的这个life cycle 它是什么东西它就是一个life cycle registry对吧 不管呃如果是这个情况呃我们activity的话它就是component activity里面的这个life cycle registry 那呃我们去注册一个观察者的话是调用了这个life cycle registry里面的add observer对吧 所以我们就找到这个add observer对吧 add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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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进去呢 add observer对吧 同时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还有一些比较关键的呃实现实现的一些方法 还有什么我们的对应的remove observer对吧还有get current state 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我们的这个add observer add observer呢 其实嗯 它其实很简单很简单就是首先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将传进来的这个observer 你可以看 它对它进行一次包装 这个包装是什么把它包装成一个叫做 啊啊observer with state 这个东西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 它里面在对它嗯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封装 这这里面的代码也非常的核心 但是我们可以放到最后来讲 这里面用到了我们的适配适配器的一个设计思想 啊所以到这的话你你我们只需要知道说OK我们的observer最终被包装了它对吧 然后呢再将它放进了一个我们的observer map对吧 这个map里面呃会把我们所有的那个观察者记录下来 然后下面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些一些对应的呃你看嗯去做一些判断对吧 就是如果我这个observer刚刚刚刚被加入进来的时候的话 其实我这时候就可以去去做一些通知了 因为本身我这个加进来的时候我肯定就就有一些状态对吧 然后尝试去对它做一个dispatch 就是就是一个场景 然后就到我们的这个嗯 sync sync这这也是一个比较啊比较核心的一个嗯方法 我们可以看这里面呃 那这里面有一个叫做是sync的一个判断 这里面会去判断我们的这个map里面的这个observer 它对应的状态和我们现在实际的状态是不是一样 嗯通过这个sync的名字大家也可以去想象到 就是说它其实是通过什么通过嗯对比我们的这个 map里面的observer的状态和我们实际的状态 他们如果一致的话 那么这这就叫sync对吧 就叫同步了 否则的话他如果没有sync的话 我们就会去尝试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对应的backbackward 一个是对应的forward 所以呃从这个名字上面的也能也能也能想象到就是说backward的话 就是说OK也许生命周期回退了 那我们要把我们的observer里面的那些观察者他们的状态也回对 然后把对应的那个回退的事件也传到我们的那个观察者那边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呃forward也是一样 就是如果我们的生命周期宿主的那个生命周期他的他的那个状态前进了一步 就比如说从oncrate到到onstar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对他进行一个呃通知 然后我们看其中的一个比如说forward 这边我们就能看到我们会把这个map里面的observer拿出来对吧 然后对他进行一个便利便利完了之后去呃比对他的一些状态 然后再将我们对应的这个呃我们这个event去去进行进行进行分发 那这里的up event的话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是up event的话就相当于我们的forward那个逻辑对吧 就是如果destroy我们就变成oncrate oncrate就变成onstart一个很简单的switch case 然后我们在对应的这个呃 dispatch event这个地方 会最终调用我们的这个什么东西这个lifecycleobserver的这个onstatechange 好回到这里之后就很关键了啊我们看这个啊他是怎么复制的啊他的复制其实在这里 然后他的复制其实是呃刚刚我从我前面提到的说这里面用到适配器的那个设计模式对吧 我们可以看呃我们传进来这个observer是我们的lifecycleobserver 他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啊具体的一个他的一些呃子接口或者是或者具体的实现对吧 那他这里面其实会分一些情况啊分一些情况啊如果如果这个接口他是哪哪哪哪类的具体的这个observer的话我们可以看看这个event observer是什么 event observer就是他有一个这样的方法就是我们在他这个呃observer空空接口的基础上面加了一个这样的方法 啊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的full lifecycleobserver啊一目了然对吧就是在我们的lifecycleobserver的基础上面加了一些呃其他的这个生命周期 所以我们可以看啊然后这两个是布尔直对吧然后我们根据这个布尔直将他重新的去封装一下叫做这个什么full lifecycleobserveradapter 这个adapter呢呃呃其实他的就是当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他是一个适配器他的适配他是适配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最终去适配我们的这个调用的逻辑 我们可以看呃呃他試配了之后他他他他本质还是什么他本质还是我们的一个 lifecycleobserver看见没有但是他这个适配之后啊他会去简化我们的这个嗯ut we understand 是for life cycle observer对吧 然后在对应的这个状态 我们去调他对应的这个方法 那我们这个for life cycle observer 他的这个生命周期的 这个方法就会被调用了 同时的话 如果他是一个event observer的话 那他的这个on state change也会被调用 所以这样的一圈下来之后 我们就走到就从我们的什么 life cycle registry里面去 走到了最终被调用的这个地方 就是要么是调 for life cycle observer的对应的生命周期函数 对吧 要么就是调这个state change 对吧 然后这个state change的话 其实就在我们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demo里面就有了 所以当我们通过这个add observer 加定他把它加定去之后 然后在我们生命周期的对应的回调 最终会回调到这里来 所以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一个流程 好呃看了看了这么长时间待晚的话 其实我我估计大家也会有一点 有一点有点晕对吧 那我们这个时候需要需要用用图表来 用一个流程图来总结一下 我切回我的这个 切回我这个pt 好没问题 然后看到 好能看见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呃我们总结一下刚刚我们所聊的这个这个源代码 它的一个结构 那我们的activity它是什么 它它是呃实现了我们的life cycle owner 对吧 然后它里面会有对应的一个life cycle registry 的一个实例 然后同时的话 它的生命周期的一个监听的话 是通过fragment来实现的 那它底 它它内部有一个report fragment 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我们的report fragment里面 做的这个事情 去去监听到那个生命周期 同时在我们的androidx里面的那个fragment 它也是做的类似的一个事情 对吧 好 所以它们两者的实现 最终会走到哪里 会走到哪里 会走到我们的life cycle registry 对吧 这里面才是真正去衔接我们的life cycle owner 和life cycle observer 他们的一个中间人 最核心的一个东西 对吧 然后它这里面最关键的一个 呃 函数叫做什么 handle life cycle event 对吧 就那堆sync啊 那堆呃什么的 最终都会掉到呃 就是 就是会掉到对应的这些函数里面来 嗯 我们会掉到我们的mov state 然后sync 最终在掉我们的这个对应的backwards 和forwards 呃最终在掉到我们的dispatch event 然后dispatch event的时候呢 呃它里面有个细节 是我们用了适配器模式 这这部分的适配器模式里面的代码 在我们的这个life cycle life cycling这个工具类里面 对吧 然后这样的一个流程下来之后 呃 大家可以注意到 绿色这一部分 它其实都是life cycle registry里面的一些代码 然后其他的呃 都是不同的一个模块 对吧 所以大家能看到 对于一个life cycle组件来说 最核心的还是什么 这这这一片 右边这一片life cycle registry里面的逻辑 好 然后 嗯 总体来说就是这样了 然后我们在脑海里面可以再回顾一下 刚刚最上在前面那个那个那个图 对吧 上面是我们的life cycle owner 它是我们的activity fragment 对吧 然后在中间是我们的life cycle那个接口 它具体的实现类是life cycle registry 对吧 它去承接了我们的这个呃 被观察者和观察者 对吧 就呃 里面具体的角色就是我们的life cycle owner 我们的life cycle observer 对吧 ok 然后 呃 我这边的这个 嗯 分享就是这些 大家可以开始 疑问了 好的 请在大幕后 我们上下 大家等着 49或者 在开QR就行了 好 大家可以 可以把问题发一发 发单目和发微信群都可以 然后应该会有 对应的同学 来做这个收集 然后 然后 过后我再我再看一看 嗯 可以看一下 我给我看一下这些问题 那问题还挺多啊 而且 各位大佬 各位大佬还 问的还不仅仅是 嗯 life cycle的问题 啊 666 OK 我再等一小会儿 大家 想好问题 都可以赶紧发 对 再稍微 稍微等一下 我看 单目还有人没发完问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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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嗯 嗯 嗯 哈哈哈 嗯 真的 visualize 感谢观看 我看到50了 我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 首先是我看大家问 LiveData和Flow 这个问题还挺多的 虽然它跟我们今天的主题 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也可以聊一聊 首先官方最近确实在 推Flow 并且的话也有 也有就是建议大家去用Flow 去也给出了一些方案吧 让大家用Flow去替代我们的这个LiveData 对吧 他们两者之间呢 其实在我看来啊 在我看来 Flow它就是Flow LiveData就是LiveData 我觉得他们之间其实没有必要强行的去用谁替代谁 尤其用比如说你用Flow去替代LiveData对吧 LiveData本身它的设计就是用来 做作为一个作为一个我们数据数据的一个holder对吧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数据不会不会轻易的不会轻易的产生泄漏 对吧 嗯 然后Flow的话是Portling里面的东西 它其实并没有特别多的移动端的一些特性 虽然它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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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势对吧 嗯 但是它其实并不是专门为专门为了我们这个安卓而设计的一个东西 对吧 它是一个偏语言层面 偏语言层面的一个东西 所以嗯 真要有人问说要不要用Flow去替代LiveData呢 我觉得要看实际的使用场景 嗯 就我就我个人的理解来说的话 Flow它其实并没有说全方面的碾压LiveData的这个程度 Flow它当然有一些优势在里面 嗯 它有丰富的API对吧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用它的一些操作符 就像RxJava里面的那些操作符一样 去去去操作我们的这个Flow LiveData它没有 LiveData它有一些简单的Map之类的一些操作 和我们的Media LiveData之类的一些合并操作 但是它还是远不如Flow灵活 所以从灵活性上面来讲 Flow确实是比LiveData要强很多的 那 嗯 但是这并不一定 就是有有时候我们就是 我我我只需要LiveData最简单的一些功能 对吧 所以所以也并不是说非得要用Flow 然后Flow如果直接用Flow的话 其实在安卓里面是会有问题的 呃为了为了为了让安卓可以去使用Flow 呃安卓团队其实对它做了很多的扩展 然后像像我们的shared flow state flow 这些东西对吧 嗯 嗯 这从一定程度上面来讲又增加了我们使用和学习的学习的成本 呃 然后用的用的不好的话可能又会有问题 但是LiveData它的好处就是简单好用 然后 嗯 嗯 也很难很难把它给滥用或者是用用出问题来对吧 但是Flow可不一样 Flow flow嗯用起来还是得小心对吧 所以他们两者各有优势各有劣势呃 呃我并不推荐说呃无脑去把LiveData替换成Flow 嗯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一个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Flow可能对一呃说到冲击的话 我觉得Flow对这个LiveData有一定的冲击 但是呢也不是那么的大对吧 当然呃他有他有一个最最大的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最大的优势是当我们在我们知道LiveData 它是去衔接我们的这个UI的对吧 当我们在UI以下的那些层级都用了Flow 然后到了UI那一层去去去展示UI跟UI交互的时候 要又要把Flow去呃转一下转成LiveData对吧 那个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不舒服呃 就是可能大部分开发者也如果用Flow用的很溜的情况 下面想到说哎我到UI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继续用Flow 要把它转成LiveData对吧呃这里面可能可能会有一些 不爽的问题在这里但是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业务场景和大部分的这个 使用情况来说LiveData是够用的 然后当当当当你的这个工程里面Flow的普及程度已经很高很高 只剩下UI层那里面一点点LiveData的一些逻辑的话 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嗯各位对Flow用的也非常的溜了 那那那你到时候要替换LiveData也无所谓 所以我觉得嗯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吧 现阶段来说谁也谁也谁也没有绝对的优势绝对的劣势 他们各有优劣哎 然后再看嗯再看嗯再看再找一个问题 嗯 嗯 嗯 还有个问题是说嗯 呃 activity为什么要通过啊 里面一个report fragment去去去去去做这样一个事情对吧 其实这里面 其实这里面 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有 有去看过其他一些开源框架的 一些代码的话 比如说Glide 它其实也是用的类似的方式去 通过一个 一个透明的Fragment去监听 对应的Activity的生命周期的 所以这是怎么来说 还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操作 比较常规 在开源框架里比较常规的一个操作 然后 它这么做 其实有一部分原因 其实还是因为它有那个 Lifecycle Registry在那里 我们最终所有的代码逻辑 还是跑到那里面去了 所以 我觉得这就是 设计者它的一个选择吧 我觉得更多的是这样 然后我再看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问说 Observer是跑在主线程的吗 这个问题其实 大家如果仔细想想 仔细想想的话 其实是会发现 怎么呢 就是 我们的Lifecycle Registry 对吧 在这里 然后它的事件是通过 Report Fragment 或者是Fragment本身的生命周期 调过来的 所以你去想想 他们的生命周期的回调 是在主线程的吗 是的话 那就是呗 对吧 然后 然后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说 我们的这个Fragment API 会随着Activity API增加而增加 然后Fragment会 越来越越来越大 会越来越臃肿 然后Fragment将来会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我觉得 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吧 但是 我觉得 就是随着我们 就是我们 我们自己维护一个工程 也是一样的 对吧 就是代码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然后 多到一定程度 你像我们的 我们Android里面的View 对吧 两三万行代码 那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无法避免的问题 能做的只是优化呗 那是安卓团队 他们要做的事情了 然后 这不是JPEG Compose也出来了吗 所以将来也许再过个一两年 我们可能对Activity 和Fragment 其实有可能不会再特别的关心了 嗯对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小伙伴说 已经有了Flutter的情况下面 为什么还要有JPEG Compose JPEG Compose 它有什么不一样 它解决了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是JPEG Compose 解决了 但是Flutter没有解决的 对吧 这里的话 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想说的是 他们不是一个东西 就是 嗯 怎么说呢 就是 你想想Flutter 它其实是用的Dart语言 对吧 然后 它是 它是绑定了一个渲染引擎 然后 嗯 当然这个 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很多安卓 就是有一些安卓大神 像我们的 这个 呃 Jake Watson 他在 他在推特上面 也有怼过JPEG Compose的团队 就说 因为JPEG Compose团队 他们宣称JPEG Compose 是Native的解决方案 然后Flutter 它不是Native的解决方案 它是跨平台的 对吧 它不是 它是用的Dart语言 对吧 但是JPEG Compose 用的是Portling 对吧 然后它是 因为Portling跟Java 又是又是 又是百分百兼容的 对吧 所以 嗯 所以 JPEG Compose团队会宣称 嗯 Compose 它是一个Native的方案 然后其他的 非常Flutter 原来Native 他们 他们不是一个Native的方案 嗯 然后 JPEG大神 大神 就就怼了 他们说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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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什么JPEG Compose 它就是一个原生 原生方案 我觉得 反正他们说的都有道理吧 但是在我的理解上面来看 在我的理解上面来看 它最 JPEG Compose 它最大的优势是 我们原生开发者 可以很快的 就能够 迁移过来 因为当你熟悉了Cortling之后 你要去使用JPEG Compose 其实还是挺简单的 但是你要用Flutter的话 首先你工程混编 就有一些 就有一些问题 对吧 然后 页面之间的跳转 跳来跳去 也会有一些问题 嗯 同时它的堆战 异常捕获 嗯 有很多 跟原生之间的交互 也会有很多问题 但是 这些问题 JPEG Compose 它都是 嗯 一定程度上面 都是可以避免掉的 所以 优势是什么 优势是 就看起来就是说 它是给原生开发者 原生安卓开发者 他们提供了一个 更简 更简洁的一个 UI开发的框架 它只是 把我们的UI 那部分的东西摘出去了 把XML给替换出去了 把View给踢出去了 对吧 那 那我们的Flutter 其实 不一样了 它不仅可以写UI 它还可以写底层的逻辑 嗯 然后 当然JPEG Compose 它还有 还有对应的桌面 实现web web端实现 那那那些都是 第三方的团队 他们在做的一些事情 像KMM这些 这部分公司也在做 我觉得 从从从我们原生开发者的这个接纳程度上面来讲 或者说或者说上手的成 难易程度上面来讲 我觉得 嗯 Compose会会简单不少 对 然后还有消费问说 那个Compose会不会大流行 我觉得 这个得要 看看 我觉得这个得时间来证明嘛 但是我 从我自己的使用的感觉上面来讲 用着还比较舒服 所以 嗯 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 我将来如果开一个新的项目 我会愿意去用JPAC Compose 嗯 这个所以 这个就就要就要看整个这个 开发的这个开发者这个生态 他们 他们对这个 Compose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态度 我觉得这是这是非常重要 嗯 当然当然官方的支持也非常重要 所以 嗯 说说这么多 还是得要 看看 让让时间来证明这一切 对 嗯 我是不是选的这个问题已经超过五个了 待会儿 待会儿抽奖 抽奖的那些小伙伴 嗯 就就就就这些吧 就这些吧 OK 哈喽 哈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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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这边看那个 但莫不是有人说他把他问题跳过了 哈哈哈哈哈哈 有有嫌这样吗 呃 我记住什么东西 开开 嗯 本次活动由JDJ西安社区主办 JDJ西安是Google.fr Grope大厅的一员是西安 基本每一两个月都会开源开进入次活动 很低的活动的 小伙伴有兴趣想要参与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呃 B站或者网站JDJ西安道 我们的关注方式在屏幕上列出 可以去搜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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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 2021年8月26号局 是由嘉宾李卓环带来的话题 Conversational AI Chatbot 安过了 后续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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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